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徐老师 徐老师 我十几年前你就可以用很低的价钱去做 就是说日本那个城市其实跟香港一样 你可以用非常非常便宜的价钱去香港游 你也可以用非常非常高昂的代价去尝各种的米其林 就是看你要走什么样的路线 以前也挺贵的 反正是猪门酒肉臭 路有动死骨 批评我吧 没有 批评我吧 就是 光美 你玩是你的权利 为什么不能让玩了 发了财就是要高消费 我没发财 我没发财的时候 发财还不能享受吗 这是什么风气啊 你这叫享受 完全去 去 带着我 你真的现在得失吗 就是说 我要带着你去旅行 让我们结伴走遍天涯海角 我带着你 你带着钱 你千万要带着钱 我现在盼着有个富婆愿意带我去玩去 你真因为当男的容易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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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拼了 遭拼了 是 你知道就是说 我们还是说路有动死骨这块的事情 就是我们 是吧 不能忘记 有些这个男的 人家承受着怎样生活的这个重担 为什么我一从广美的这个高消费 我就想到了 谁高消费 我没有给你制造对立 广美有点吓着了 没有 广美 因为广美我相信 对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 它是有同感的 为什么 我跟你说 因为我知道 广美的这个 还没有户口 不是 在北京还没有户口 对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 我不知道能不能提 你父亲的事情 对不对 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有多痛苦 就最近有个事 让我也很痛苦 就是说 有个人叫吴树梁 他在这个深圳 才引起的考虑的范围太多了 第一个就是他2013年8月20号 咱们俩生日的前一天 他到深圳人民医院 原来现在中国有一些叫宁养院 有些宁养院实际是开不下去了 最后 但是这个宁养院非常的好 我觉得 这个宁养院说起来 是给这个绝症晚期癌症患者提供麻酯 就提供止痛的这个药物 我才知道原来是李嘉诚的基金 但是你知道李嘉诚的基金 一年可能是100多万 出了这个药费 可是这个宁养院 他附属在深圳人民医院 实际上他的运营成本的费用 也有个200万 200多万 这个也得医院来承担 所以有些地方开不下去 但是为什么特别有必要呢 就这个人叫吴树梁 他取得了这个 每10天领取一次 这个阵痛药物的这个资格 一般来说 给你这个药 在这个宁养院领药的人 活不过三到六个月 可是到现在 他已经活过了20个月 这媒体讲这个吴树梁 就叫向死而生 为什么 我很不可思议 就是说 他用一切方法 就是拼着这个活着 做了你看啊 11次的化疗啊 40次的放疗啊 过量的马飞摄入啊 就是这么 现在对他来说 他说我已经不怕死了 他说死对我来说 就是个解脱 但是我不能死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了深圳户口 但是他要让他老婆和儿子 也有深圳户口 但这个人得活着 本来呢 比如说他熬过了20个月 可能很快就到了 到了这个期限 因为你按规定 他要死了 他老婆就拿不到这个户口啊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 他已经熬了20个月了 但是突然间 政策又有一个调整 说大概啊 还得到201几年呢 呃 才能够就又延长了一段时间 这样的话 他就必须在拼着再活 拼着再活 活到那个政策调整的那个时候 才能帮助他老婆 拿到这个户口 现在当然这个社会各界啊 都在给他捐款 要不他也付不起 这么高昂的这个 呃医疗费 他原来啊 是做保安的 好像 好像跟一个派出所 还有点什么关系 这个派出所也是 现在 说过去不知道他这个情况 知道他得了癌症 我们大家就给他捐款 但是你说这个人 也是个厚道人呢 他觉得 大家已经给我捐款了 我要把我老婆户口 这事跟派出所提呢 好像显得我有点过分 所以派出所的人 就不知道 他老婆有户口的这个事情 所以现在呢 也在跟上级部门说 但是当然也有人说了 说你这个法规也得有严肃性 你如果说因为这个就破格 给他办了户口 那以后类似的情况呢 对吧 也很麻烦 所以我说广美 你是家里有过这个病人的 我昨天晚上呢 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 就是真是特别揪心啊 就是说现在我们看的只是一个数字啊 现在熬了20个月 但是因为听说现在法规又改了 原本说两年 他的太太就可以拿到深圳户口 结果好像是在前几个月 又改成三年 就是说他得熬到明年的 可能明年年底还是怎么样 他就觉得自己都快熬不下去了 就可能今年他就觉得 他自己应该熬不下去了 其实现在癌症呢 有一波这个这个医疗人员 研究的是怎么样治疗癌症 另外有一波人 在忙什么 忙的 因为癌症其实末期最痛苦的就是痛 各种的痛 莫名其妙的痛 神经痛 而且你不知道他会在什么地方痛 每个人的症状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的免疫力系统完全已经丧失了 他可能有人再也不产生口水了 你吞东西都是困难的 所有东西都在痛 所以怎么样解决这个疼痛的问题是 这些医生们最大的一个难题 但是到现在 除了止痛药 麻醉药 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而且这个马飞啊 我才知道会导致这个便秘 就是十几天呢 解不出大便了 到最后就是这个腹 这个腹脏如骨啊 就是这么你说 这个太难受了 你讲这个事情 使我想起一个著名艺人的故事 他前面有个有名的太太 离婚以后 前大部分去了他太太那里 他后来跟一个年轻的女的结婚 但是他为了保护他 他就不曝光 就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年轻 他到了 我见到他的时候 我还问了个问题 我说你已经这么出名了 你为什么还要去做一些电视的娱乐节目 就在我看来意义不大的 牙刷牙膏啊 这种游乐啊 这种这种节目 然后他说我钱不够啊 我当时觉得他是一个 一个矫情 就是你怎么会钱不够 但我后来是 听说是真的 就是他 做生意也失败 他就是 他得了 cancer 得了cancer以后 化疗以后头发没了嘛 然后就剃了光头 专门就做节目 几个光头的什么什么什么节目 为什么 就他一个愿望 我不要 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不要我年轻的太太再供楼 我要替他供 供清楚 这是个非常有名的 因为我 我没有得到授权 我不能讲人家名字 但是 这是一个 就很高位置 刚才讲的你说是一个弱势群体的问题 这是这个很高位置 但是在 就是 就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目标 为了亲人 这样的一个目标 使得他生命度过他最后一个时期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也很高尚 就是很高尚 我昨天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就自己在家乡 如果我是他的妻子 我愿不愿意让我的先生 这样子熬下去 就是 你刚才讲到说 那个便秘的问题 你肚子会胀大 你知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 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你会费积水 嗯 费积水你知道怎么弄出来吗 嗯 就是一根大针 插进去 然后抽水出来啊 我亲眼看到我 我爸爸 就是 左边抽完抽右边 右边抽完抽左边 然后 为什么积水 没有为什么 没有人可以解释 没有人可以给你答应 因为医生也不会知道 下一秒钟 会发生什么事情 忽然之间 他又开始吐血 忽然之间又怎么样怎么样 就状况百出 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 忍心 看着你的亲人 你的挚爱 在熬这个事情 就是 那个时候 其实我爸爸在走 最后一段路的时候 我就有时候在想 到底是让他走 还是不让他走 万一他走了 我承受得了吗 但是他不走 他每天这样子 你眼巴巴的看着他 你受得了吗 他熬了多长时间 我父亲 我父亲术后算 过了一段还不错 就是说还算 蛮有生活品质的日子 大概有两年多左右的时间 但是等到他再 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然后转移之后 又要重新再开刀 再做那些治疗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 那个时候就很 没有生活品质可言 那个大概就是 大半年的时间 然后 而且那大半年 还分阶段性的 他不是慢慢的下去 他是 那种 就是你每天看 他一天不如一天 那种断层式的 这样往下掉 然后有一天 他就忽然消失了 就是他那种瘦 就是从一个正常的人 然后变成一个 骷髅架子 在床上躺着的时候 你觉得他有可能 好起来吗 就是 我觉得就是癌症病 要我就自杀得了 我告诉你 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父亲的求生意志 还是很坚强 他求生是 为了不要让我们伤心 他很痛 他真的很痛 但是他一直告诉我 你不要再让我 做任何手术 我如果怎么怎么着了 你就让我走吧 他不要再受那些痛苦 但是他的求生意志 还是很强烈 他一直说 我已经把我身体面 最糟糕的东西切除了 医生已经怎么怎么 怎么着我了 我会好起来的 他自己的意志 是这么告诉他自己 但是我看着他 不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他心里面 是这么想着的 还是有 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看着你了 我看着你了 对啊 这照咱们看来是不是就得 你就赶快你把人家户口 让他还活着的时候 让他太太有户口 你觉得有的时候特别事件 政府能不能特别从全呢 但是这个你 你刚才也说了嘛 法律有它的严肃性 你今天这个人 因为他现在是一个户口问题 这不是一个生死问题 他没有生存户口 不代表他就 这只是他的一个愿望 他对亲人的这个愿望 你要是这个惯例 我个人觉得是挺难的 但是你说 中国是会 我觉得可能会 但是我觉得这一类的事情 以后那就穷出不进 你不能变成就是说 媒体注意了的 政府就给解决了 大家没呼吁的 那你还是怎么办 一这个法这个东西 另外这个 我一直很喜欢看的 那个电视剧Breaking Bad 那个就是讲这么个故事 他就是那个男主角去治兵嘛 对 这是个很坏的事情 但是他当初为什么治兵 就是因为他发现他得了癌 他得了癌症以后 他家里的人生活没保障 他觉得他要赚一笔钱 来保障他的太太小孩 将来能活下去 但我觉得我 你看这他都可以找出一个合理的一个 一个一个 这当然不合理啊 这当然不合理 他也可以不用拿户口 他去抢银行 他去贩毒 那这是另外一个做法 这个我觉得是不对的 您刚才讲说这是户口问题 而不是生死问题 但我觉得这是生死问题 这不是户口问题了 因为他拿不到户口 可能就关系到他以后 他太太生存的问题 那您说是 我觉得法律有他严肃性 这是我绝对赞成的 但是他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从两年 忽然变成三年 那也就是说 法是人制定出来的 那为什么不能够 但你能特别为他制定一个 特别条例吗 我觉得不是说 特别为他制定一个什么样 特别的条例 那我觉得中国人讲情 情理法 为什么情要放在第一个 那这个是有情有可原的 是 这是情有可原的 而且我觉得 他这个39岁 这个人叫吴树梁 你说 这也让我思考 这个生命有没有奇迹 按他这种情况 他这叫什么 多发性癌细胞骨短移 就是说有根肋骨被癌细胞吃掉了 这都会病成这个样子 但是他活了这么多个月 就是一般说 你医生讲 你只能活三到六个月 可是他现在撑了二十个月 癌是一个离我们非常近的东西 我大概一年多两年 他不到两年的时候 我系里有个同事 突然间就说他得了肺癌 他根本不抽烟 就说得好好的 他就得肺癌 正好在这段时间 我这个腿上有一个 一个肿瘤 我跟你说过 对 然后我就去看 看那个医生就做了检查以后 他就说大部分可能是脂肪瘤 但是也不能排除是恶性肿瘤的 徐老师那个时候的脸都是灰色的 然后他就说 然后我就说那怎么办 他说只有割掉以后切片 才能完全排除这个可能性 那我就说假如说 你知道我有个不好的习惯 我凡事往坏的地方想 那我就说假如是不是良性的 那你一切了以后还怎么办 他说我们第一步就会 前后左右两公分全部先切掉 换句话说 从你腿上要切出一个苹果 就这块肉全部要切掉 切了以后 然后也不能排除说 你已经转移到什么零八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跟我说完这番话以后 我回来我就在想 我想我假如还有两年 我该干什么呢 我不开玩笑 我真的是在想一个 我假如还有两年的话 我能做什么 我很想知道结论 我想了几个可能 一个就是说 我写东西 对比较没有意思 我写一些我平常不敢写的东西 对 写我这个 然后到三星星讲一些平常不敢讲的话 不不不 三星我讲了也没用 他们删掉 就是说 你想在这个最后在监狱里 这个跟生命告别吗 我想写的东西 我相信一定对人类有好处 但是呢 我又想我这样写了以后 到时候我是去了 可是被我写到那些人要骂我了 因为我是真实的离去了 他们还得虚伪的生活 所以我不能写这样的东西 那这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就觉得应该把所有余下来的钱 到世界各地没去过的地方 好好的玩一圈 这是第二个可能性 还不错 还不错 是不是 但是身体的状况 为什么不要在生病之前就做这样的事情呢 对 对 你说的很好 但第三个我想实际的可能性 就是频繁地进出医院 就我们闻到的话 我还可以再讲 对对对 实际的情况恐怕就是 但是我觉得你们都听说过这样的例子吧 就是被那个医生宣布了这个死刑 就是你可能就剩半年的时间 夫妻俩把所有的家产变卖掉之后 然后去环游世界回来就病好了 对 你认为那样的事会出现在我们身上吗 为什么不会呢 其实这就是癌症 我告诉你 癌症的起因很大的起因是因为压力 我们生存在 就是说你这个环境 硬性的环境 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但是你自己心里面 来自你自己心里的压力 其实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杀手 所以怎么样去排解自己的压力 其实很重要的 广美说的对 为什么不在生病之前 对你为什么不在生病之前 就让你自己开心呢 为什么不在生病之前就写东西呢 对不对 对啊 就是我刚才那个计划 完全可以在不生癌的情况下 也可以做的 是啊 对啊 你没少做呀 你年年都出去玩啊 没有 你去 我真的 我到现在还在想 假如真有两年 我该怎么 这两年我该怎么度过 所以我后来啊 我尽量的去找一些年纪大的长辈 我尊敬的学者 老师 他们八十岁九十岁了 因为在我看来 客观的来说啊 他们都是离生命终点很近的 我在想 我在想 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来怎么想 他们的这个 这个人生 出乎我的意外 他们都很开心 他们一点都不发愁 他们都觉得 他们的生命过得很好 一百岁的徐忠祐教授 我去看他 过年年初一啊 我去看他一百岁了 我不好意思问这个问题 其实你想一百岁的人来说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在两年一年 在今后的时候 可是他们不这么想 就这么的活得开心 我真是太受够了 然后我当我提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提出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 我问我的老师 我就说 就是假如人生还有一个什么 该做什么的话 我老师就笑笑说 徐梓东啊 看来你到更年期了 不是 如果你一百岁了 你还不开心 那你有点太贪心了 但是 你还想什么呢 但是那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也很存在啊 就是说 你的生命随时可能结束啊 我跟你说 就是人生是 就是无常的啊 我现在就是幻想 那个 那个谁啊 梁文道坐在这里 跟你们讲要放下我职啊 嗯 他放下了吗 他都写了我职了 你觉得他会没放下吗 对 我觉得他是没放下 没放下 要不然为什么写 缺什么写什么 我跟你说 趁着他不在 赶快说 香香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那最后咱们还得问一下 徐老师切片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良心 是真割了苹果那么大一块 没有没有 没有 就去掉一个笑的 我当时哈 我还自己跟自己 他就说实在不行 你腿要切掉 我当时 我当时在想 我说假如他现在 跟我有一个 有一个合约 就是说有一个赌注 就是说 你现在要么 你承担这个风险 要么你就切掉一条腿 你会愿意什么 我 我是在想 我就切掉腿 腿算了 我至少还有 还能 还能写东西啊 什么 对 人就会到这个地步 但是很黑心的 很快一发现以后 哎呀 还好没切掉腿 哎呀 真是 要是我的话 呆着吧你 你的腿比较漂亮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的小苹果 你就呆着吧 我也不想知道结果了 但是他很快就到你淋巴系统去了 去了再说 去了再说 那就没得再说了 你就这样 你这样也是一种态度 哎 有个医学家私下里就是跟我的朋友讲啊 他说我这辈子见过的这个癌症 他说我告诉你 就是三分之一是这个癌症自己病死的 病死的三分之一是致死的三分之一是吓死的 所以甚至于有一位 就也是你们 你们上海有个教授跟我讲 就是我觉得他的观念上 他说我从来不做体检 他说我觉得不检就没事 一检就有事 一检 你说的真对哦 就是说只要一个人跟你说 你现在这个病 你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cancer 你大概能活 比方少折一年 多折两年或者 我觉得人就算这个病不发挥作用 崩溃 你身上的其他的部分 也就把你摧毁了 对 其他的你的精神 你的心脏 你的呼吸 你身上各处都有毛病啊 我觉得现在对于这个 有些绝症来说呀 我有过一句话就是 病和医啊 就是两把刀 对 哪把刀都可能干掉你 你想11次化疗 20次放疗 这个人 他 最后你真说不清楚 你到底是扛不住哪头走的 你说是不是 所以现在有一个那个日本的医生 他就讲 他说 当然我这个只是我转述他的一个说法 他就是说这个癌症治疗无用论 为什么无用 他说如果是真真正正的恶性的癌症 你是用什么方法你都是治不好的 但是有些人测出有癌症之后 他那种癌症 他可能自己在你身体里面 他过过了 他就好了 他自己就好了 你不用理他 不用治他 你可能癌症发完一轮 你都没有查到 他自己可能就自愈了 所以像那种你是不用治的 你也不用化疗 不用放疗 他就自己就好了 所以无论是哪个结果 你都是可以 是 不用去治疗 这篇文章在这个微信朋友圈里传播极广 最近我看到大陆有一个癌症学家 这个是奋笔几乎啊 说不要上当受骗 该治疗还是没治疗 该看就看 生产正电子扫描的那个厂家 肯定不愿意你们这样的言论了 我是觉得像这个吴树梁这个 这是让我想起一个什么呢 就是现在科学的方向不都是说救死扶伤 其实我觉得应该大力的研究一个方向 减少痛苦 人是不可能不死的 对吧 多活十年少活十年 你知道这问题是你得了绝症到死亡之间呢 为什么我就讲这个深圳的这个营养院呢 听上去很好 就谁去考虑 医院都不治了 说你只能等死了 还有三个月命 要不你就回家 掏不起救援费 你就回家 可是这个疼啊 疼啊 我们家里这个老家有这么一个人 到最后说这个肿瘤在眼睛里长出来 你说 我觉得是不是科学能够研究 咱就除了马飞还是马飞吗 但弄点海洛因 不行 我不懂了 但是我是说 怎么样能够减少这个绝症患者 让他的痛苦小一些 尽量安详的走向死亡 不过像网美刚才讲的 我听得很感动 我觉得人呢 走到最后呢 要有这样真心真心的关心 爱他的人在身边 替他心痛 这也是一个幸福了 是很大的安慰 而且你一个作为病人自己 你知道周围有这样的人 他是真心真心一百分的情愿 你生活下去 或者是减少痛苦 也是幸福 知道我父亲 很多人到最后都没有这么一份东西 他最后已经受到 真的就是骨瘦如柴的时候 我那时候每天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拿乳液帮他全身按摩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我父亲的身体 就是我就会觉得说 我为什么十年前 二十年前我不做这样的事情 要等到 因为其实那时候 我哪怕是帮他 按摩我的动作 他很疼 他忍着 但是他就觉得说 这是我女儿 在为我做的一点事情 所以我觉得 爱才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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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才是子